火自印刷术历史悠久 但是早已消失于大众的视野 不过油压图文的光彩 无论过去或现在依旧迷人 这台体积小桥的火板印刷机 虽然置放于展场的角落 依旧成为注目的焦点 特别展出了有七八十年历史的 古董火板印刷机 那其实是书写这件事情 纸张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 除了在数位印刷之外 也可以让大家再重摸一下 就是比较古老的印刷方式 来自世界各国的钢笔 一次排开阵容浩大 为期三周的文具展 日前在台北知名书店登场 除了各式钢笔 油墨等等之外 还有融入职人手作精神的 玻璃沾水笔 内湾的职人他是有 制作玻璃笔50年的历史 那他每一支玻璃笔都是手工制作 所以他每支笔都是独一无二 写起来的触感也是独一无二 透过设计和实用兼具的文具 要大众重温书写的手感 数位时代来临 现代人偏爱速度快的手机 电脑打字 但是静下心来 亲笔写下的文字更蕴含温度 可以有更多书写想像 就是我其实用一支笔 用一张纸 我就可以做出很多很有趣的变化 这回文具展特地以马戏团为主题 将书写和马戏团 两个看似无关的主题 结合在一起 要传达的就是 书写不一定是严肃的 既可以很温暖 更可以很有趣 而从活动现场满满的人潮 可以看出 其实书写从未过时 人间卫视无知恒 叶玉宇台北采访报导